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传流之道》 传流不息的车辆如同海水般一直向前 而停在这其中的收费站就像是一座座古岛,孤寂落寞 女主角是车站收费员,就像是这古岛上的人 她每天要穿过长长的隧道小跑向前 见到收费站里开始一天孤独的旅程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丈夫与她离婚了 她独自抚养儿子长大 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疲惫让她变得苍老 但是依旧掩盖不住她的美丽 火车司机志豪就是她的一个追求者 每天志豪路过她的收费站 都在回程的票上写着她的联系方式 而背面是情诗 这一天,一个男人带着律师找到了她 说她的儿子性欠了她的女儿 如果不能赔上他们高额的费用 那么将要把她的儿子告上法庭 不仅如此,她的儿子还不知道过错 声称他们是真爱 然后摔门进入房间 不再理会绝望的母亲 不仅如此,阿文公司面临倒闭裁员 走投无路的她想到了志豪 她和志豪达成约定 每陪志豪一晚 志豪都会支付给她一万块钱 虽然志豪没有什么大出息 但是她是真正爱着阿文 对阿文的儿子也是呵护北家 志豪帮着她儿子燕超取取主离开的女孩 女孩和燕超大吵了一架之后 志豪把燕超拉进怀里 大男孩在她怀里哭了出来 再后来,志豪和阿文的感情越来越好 志豪装修了她的车 三个人经常像一家三口一样的出去玩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一直下去 志豪的钱都是向哥哥要的 但是他哥哥再也鼓励给志豪钱了 一夜翻云赋予后 志豪告诉阿文他没有钱了 阿文觉得受了欺骗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燕超也知道了他们之间的交易 三个人不欢而散 到了规定的时间 阿文没有筹够钱 他带着儿子想要去找那个女孩的家长道歉 燕超知道后生气的离开 阿文绝望的坐在门口 不一会儿燕超回来了 递给阿文一瓶饮料 两个人坐在门口喝了起来 人生大概是苦的 唯有彼此才是甜的吧 这时候的燕超已经长大了 相信他们会好起来的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